其实我觉得双循环这个问题呢 我个人觉得其实现在在淡化了我感觉 那我觉得他提出双循环的这个大背景 就是一个国家安全跟经济增长之间的一个平衡 因为这两年我们看到全世界每个人都在讲国家安全 所以当你过度于侧重在国家安全上面的时候 其实很多时候你的成本变成了你的次要因素 而不是首要因素 以前我们做生意的话可能是成本之第一位 所以你要达到最后的成本 然后来做最后的产品 就是你要确保一旦你的外需突然消失的时候 你的经济能不能存活 我想这个可能是当时一个大背景 但是我觉得双循环其实我们看到现在有个结果很有意思 是我们看到目前中国出现了个东西叫进口替代 进口替代其实对中国是一件好事情 但是对国外不是一件好事情 比如说我们最近跟一些德国的企业聊 其实他们现在觉得他们做中国生意就要比原来难 现在可能原来中国要从德国买东西 他现在在国内可以找到了 另外一个例子我们看中国跟韩国的贸易 以前的话中国一直对韩国是贸易逆差的 这是很多很多年 就是因为中国要从韩国进口大量的中间产产成品 以及你的最终产成品 这是以前的一个模式 但是在所谓的双循环的推动之下 在所谓的进口替代的这样一个推动之下的话 我们看到一个情况就是说中国这两年其实从原来对韩国逆差变成了韩国顺差 如果你是韩国企业的话你会感受到压力 现在中国可以在国内找到很多替代原来的韩国产品的那些原材料 那这个本身就是一个双循环下面的一个结果 所以我觉得双循环它本身是把双刃进去 它有好的地方也有不好的地方 就是如果你能够真正意义上做成就是进口替代的话 它其实会创造一部分的就业 但是如果你过于依赖国内市场的话 它可能又会影响一部分就业 所以我觉得可能要以一个辩证的角度来看这个问题 我觉得中国开放来说是非常非常重要的一点 特别是在目前国际关系那么微妙的情况下 就像我们看到刘部长其实昨天也是讲的 中国它是目前这个国际体系的受益者 所以他没有打算说我要改变这个体制 我要创造一个新的体制 我觉得中国从来没有这方面的想法 所以我觉得双循环可能只是一个类似于压力测试的一个结果吧 因为像我们银行的话我们经常要压力测试 就是在一个最糟糕的情况下 我们能不能survive 我想双循环对中国来说也是同样的情况 就是在你最糟糕的情况下 你可不可以survive 但是我个人觉得不应该过度强调吧 这是我自己的看法